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国小赛,我们要见面了 在新冠疫情下,我们的旅游行业迟迟没有真正的复工 新毕业的导游何去何从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我认为新冠疫情肯定会过去的 我们的旅游行业前景肯定是非常好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应该怎么办,怎么做 自己的知识储备 学校里面学的导游词,那几本书是完全不够的 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对旅游限度的了解 那我们应该多看相关的书,多了解相关的知识 让我们在戴船的过程中能够肚子里有祸 有客人愿意听 第二,要熟悉 趁现在这个时间有时间 那我们要去景点 景区 现场考察 熟悉线路 那到时候在带团的过程中 能够马上带团 不会 对陷入有陌生 第三,要把自己的技能 要升级 准备考中级导游 考领队阵 把自己的技能丰富起来 不仅仅局限于 做国内的领队 或者地阶 等等 到时候出镜也可以带 第四 我们要 多锻炼自己 增强自己的带团 技能 讲解技能 很多朋友说 现在这个疫情下 有没有团带 怎么增强呢 现在这个网络 比较发达 平台比较好 像我们进入头条 对吧 那我们可以 发直播 发自己的小视频 把手机 当成游客的眼睛 当成游客 把我们的讲解 讲给他听 可以 督促自己 改进 自己的带团技巧 锻炼自己的胆量 最后呢 我们相信啊 这个疫情肯定 总会过去的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希望啊 我们的新导人呢 在疫情过去之后啊 能够 马上上手 在旅游行业中啊 能够大放光彩 把旅途的快乐 好的体验 好的讲解 带给游客 谢谢大家